大家好,我是小秦,欢迎来到国家小事频道 国家的小事,自己的大事 昨天有一个朋友他和我讨论欧洲的房价问题 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房价要跌 但是到现在这个房子没有跌下来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政府正在不遗余力的帮助人民来度过这个难关 其实真正的穷人他是买不起房的 主要有房子的呢,主要还是中产阶级这一块 那么他们基本上都是有家庭有工作的 那现在政府出台了各种帮助的政策 比方说给一些短时工啊 再比方说给银行可以让他们延期还贷啊 那么这种举措让人们不需要立即去抛售房产来维持生计 所以房产市场呢现在还是稳得住的 价格呢也没有往下跌 但是问题来了 政府到底能够帮助他们多久 以德国为例 我们来读一组数据 德国超过97%的酒店和餐饮业呢申请了工资补贴 94%的汽车工程部门也申请了补贴 全国呢有37万家公司申请了补贴 多达1000万的工人 这1000万呢占全德国劳动力的四分之一 1000万工人也申请了补贴 那补贴工资至少占了60% 那这一块就是国家做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经济大环境方面的数据 德国今年的GDP预计下降6.6% 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个下降额 许多公司呢已经开始裁员了 39%的汽车公司裁员了 50%的酒店 58%的餐厅和43%的旅馆 已经在4月份开始裁员了 那么在其他的许多部门裁员水平呢 也是高于平均水平 但是在制药行业没有 那么好 现在问题来了 德国的公司到底还能撑多久 那么很多小企业主说 如果现在依然保持这种封城的状态 三分之一的德国企业表示 他们只能坚持三个月 有一半以上的德国公司表示 依然封城的话可以坚持六个月 那尽管从3月份到现在 政府提供了大约7500亿欧元的援助 或者政府贷款 那才两个月就已经7500亿 你看政府现在还能撑多久 那么好 看完这种数据之后 我们心里大概有点谱了 大概在三个月之后 房价可能会有一点下跌 在六个月之后 房价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下跌 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 在依然封城 经济没有好转 没有办法恢复的情况下 那么好 那经济到底会不会恢复 人们的消费信心到底会不会恢复呢 只有一个标准 我觉得只有疫苗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 还是想买房的朋友 可能还是要再等一等 德国人民呢 由于人今拥有医疗的资源比较多 政府防范的呢 也比较好 所以啊 新冠病毒没有像在西班牙 或者意大利那么严重 所以德国人民呢 就开始神兜兜起来 那么也不再小心谨慎了 又开始成群结队的去公园里闲逛了 或者又开始你一杯我一杯的坐在酒吧里喝酒啊 喝咖啡了 甚至有人要示威 说政府应该放松监管 这个呢 让德国钟南山很郁闷 他把这种现象叫做预防悖论 什么意思啊 说人话就是 政府在危机的早期呢 已经有效的介入 后来危机就没有那么严重 那人民反而觉得 政府的政策是多余的 过激的 成为人民的一种负担 所以人民开始反对政府 但是他们看不到 就是因为政府提前布局 才导致灾难没有发生 那这不由的让我想起一种现象 就是大家都比较讨厌消防检察员 但是大家都会把灭火源 消防员看成英雄 道理其实也非常简单的 一个是限制你的行为 给你定规矩 还可能不停的叨叨叨叨叨叨 甚至他会罚你的钱 但是另外一种 他是解决你的问题 拯救你啊 云归难之中 但是理性的去想一想 那个让你讨厌的人 不是更应该被看作英雄吗 在我们的工作中 其实也一样 平时如果你看到一个危险 和领导拉个警报 领导会嫌你烦 不待见你 但是真的出了事了 提拔的肯定是那种 立马就把问题解决的人 十之八九是想不到你的 虽然呢 道理站在你这边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要求所有的人 都能够理性的思考 既然我报警被人嫌弃 那我就索性不报警了 或者说只是走一个流程式的报警 听不听在你领导 反正我没有责任就可以了 我呢也一般不会为了理想啊 或者道德 也不会为了什么所谓的社会责任感 去得罪领导的 那我可能就是这么卑鄙 或者现实功利吧 由于新冠病毒 匈牙利的总理颁布了很多紧急的法律 给自己加了很多的权力 自己给自己加戏啊 就是说不需要通过议会 就能够颁布一些法律的实施 现在匈牙利的邻居 瑞典和一些北欧国家 有点看不惯 就归欧洲委员会告小黑状 说即使是在紧急情况下 法治也必须放在首位 匈牙利的政府获得额外的权力 会让他们感到担忧 然后呢 匈牙利就把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的大使 招到外交部 具体谈了什么呢 我们也不得而知 但是匈牙利的外交大臣 在脸书上是这么说的 不希望有任何可怜和虚伪的指导 看来北欧这几个国家 想做世界警察 实力可能还是不够的 但是他们还是很有潜力 成为一种世界城管的 本来每个国家的国情就不一样 应对的策略也不一样 这种作业本来就没有办法互相抄袭 其实人家匈牙利也是一个民主国家呀 瑞典好像在这方面真的比较自信哦 他的外交说辞是 即使在紧急情况下 法治也必须放在首位 这一点我尤其不同意 我觉得不应该是把人民的健康放在首位吗 或者说人民的生存权 不应该比什么都重要吗 我是小秦 尽量每天为大家讲解几条欧洲的新闻 那些上不了头条 却关乎我们幸福生活的国家小事 如果你喜欢 请点击订阅 并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你有想法或者意见 请留言 另外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 也许在翻译的过程中 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 希望大家指教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